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几年来深圳玩了这么多次 不过有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好似来香港很近的水围 今次为了尝试一间顺德赛的餐厅 第一次来到这里 而这间餐厅就位于福民站D出口附近的犯罪 今次我们就选择坐东铁线从福铁口岸过来深圳 过来之后大家就需要乘坐地铁 一个站车程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福民站 大家就记住找回D出口 在这个D出口出来之后一直向前走 大约走了一分钟左右 来到这个位置就会看到前面有间麦当劳 之后就要转回右手边方向一直向前走 来到水围文化港场前小小的位置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路牌 我们就要转回左手边方向 向水围移街南方向大约走多一两分钟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过来餐厅 看到门口的装修设计 感觉上也不是很特别 但它是大众点评2019必食榜的其中一间餐厅 星期六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 想着都要排队 不过今晚都有位置 所以都顺利可以入座 现在看回这间餐厅的装修 感觉上也很普通 而且面积也不是很大 上下共有两个楼层 而每一个楼层都有10张桌左右 很多人说水围村隐藏了特别多好吃的餐厅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间饭醉 有些什么吃 大家看到餐牌上 这里就是豆腐的系列 可以做到不同的菜 有这些特色的烧味 当然不少传统的顺德菜式 喜欢吃鱼的朋友 这次就有好复了 这里有四种不同的蒸花 大家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来吃 另外还有这些滋阴的野山水鱼 都有几种不同的菜式 除了广东菜之外 餐厅还有以腊为主的四川菜 餐厅的主角终于出场了 其中这款就是招牌冬企鸡 和这只包汁养生豆腐 这两款的菜在餐厅也是排第一二位 平时当然也是很多食客点为食 介绍了餐牌上的菜之后 现在就要说回我们当天点了什么菜 首先当然不少餐厅的招牌菜 包括这碟招牌的冬企鸡 和这碟包汁养生豆腐 然后还有凉瓜青白贝浸鸣鱼球 就有这碟生炒的菜心 还有这个迷你的白宝冬瓜中 茶位方面就三元到十元一位 似乎你选择了哪种茶 有贵有便宜 五款的送菜 包括白饭和茶位加汽水 总共就收$265人民币 来到第一个包汁养生豆腐 我们起快了不要打击了 试试看不要吃 你们没试过 我们上次在深圳北的时候 吃那次感觉挺棒的 试试这一只 上次我们在深圳北试过 真的挺棒的 炸到很金黄色 内女的豆腐也是很滑的 很松软很滑 真的不错 那价钱就是$42 一共有8个 小弟 你平时都不吃豆腐 为什么今次会吃豆腐 因为没有豆腐味 那样都可以 好像豆腐花 真的不错 不要介绍错 我爸爸是吗 接着就来到这个 迷你的百保冬瓜 价钱方面就是$38 一共 看来小小但里面也有很多配料 而且喝的感觉都很清甜 在现在夏天的时候喝最好 就可以清热解暑 终于到这里送出场了 就是犯罪的招牌菜 全月招牌动企鸡 价钱方面就是$88一只 就够份量了 这里的服务真的非常好 连这只鸡也有电源 帮我们慢慢撕开了 终于撕好了 服务员帮我们这只 凍企鸡 好了 我们先试一下 看我不要吃了 小弟我们试一下 可能鸡你会喜欢吃的 都很大 我价钱就是$88一只 好了 现在说回鸡的味道 皮方面吃下去就很脆脆 肉质就非常之入味 尤其是这只鸡腿 看起来大大只 吃起来就非常有口感 好了 现在就来到最后这道菜 就是凉瓜青白贝浸凌鱼球 价钱就是$38一份 配料方面就有鸡鱼球 白贝 和这些凉瓜 我试一下这些汤 有点点 有点凉瓜的味道 这些汤好喝吗 不好喝吗 为什么 你不喜欢苦瓜的味道 好苦啊 那吃其他吧 喝起水吧 好 好了 全部的菜都离开了 除了我刚才点的菜之外 餐厅这里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菜 整体的味道都非常之好 各位朋友如果来水围村这边都可以来犯罪尝试一下 好了 各位观众 这集就说到这里了 在这里就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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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